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村民的鼓励下 武松三兄弟准备上锦阳钢寻找传说中的沙兰虎 这是子风车剧团改编知名故事的大型戏剧 首度在基隆上演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到国门广场现场观看 在基隆港边漂亮的水岸环境下欣赏戏剧 基隆市民直呼是很棒的艺术体验 这个办活动很棒 这个空间就是大家都可以来放松休闲的 然后又可以看节目就很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初期陪同民众一起看剧的 基隆市长林又昌与立法人蔡世英等人也表示 未来包括城市转运站及国门广场二期工程陆续完工后 从转运站出来将更为漂亮 谢谢大家到我们的国门广场来 现在国门广场弄得很漂亮 那另外市长也借这个机会跟他报告一下 我们旁边的城际转运站呢 会在今年底之前完工 然后我们的国光客运站就要拆掉 然后把国光客运搬到上面的转运站去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行国门广场的第二期的工程 所以未来我们基隆市从转运站出来之后 会变得更漂亮 在各位的右手边就是我的左手边 我们目前未来有重要的工程 就是东岸广场市民广场的二期工程 也要开始来做兴建 我相信当他未来完成之后 整个的港区会越来越棒 越来越漂亮 所有基隆市民漫步在我们的港区会觉得 哇 这就是美丽的基隆风光 子风车剧团演员精彩的演出 让大小朋友开心地观赏 这一出紧张又趣味的追逐站 在续续海风吹拂下 感受全新的艺术体验 记者张祈腾 基隆报导 在这里来看 基隆市立网球场与附设篮球场的铺面 修缮工程正式完成 特别规划了一个公开启用仪式 基隆市长林又昌 感谢各单位的支持 呼吁大家一起来运动健身 3 2 1 请回拍 基隆市长林又昌主持了这个启用典礼 跟在地贵宾们共同见证 包括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立法委员蔡世英 议长代表杨文和 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州 在地的议员包括市议员张之豪 于三发 陈归仲 林敏勋 陈怡 何淑平 请政代表 安乐区区长林金正 市议员参选人洪森友 吴画家等贵宾 齐聚一堂 共同祝福让基隆更好 而这个齐用典礼也是青少年 网球赛的开幕仪式 相关的体育设施改善 获得选手跟家长们的高度认同 加油 加油 以后当国际选手不要往前市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我还是被移植 对对对 好 谢谢 以前因为潮湿容易生胎 所以也容易会滑倒 那在这次的一个工程里面呢 我们大概把这些缺失 跟过去我们的民众使用的时候 所反映的意见 我们在这次的工程里面 全部把它做了一个改善 我刚刚来的时候呢 也特别到厕所去看过 那这一次厕所也把它做了一个处理 在之前也做了处理 那所以现在的厕所也变得非常的明亮通风 不错 怎么说呢 就还蛮干净的 整个网球场还有后面篮球场的铺面改善工程 那在市政府努力的这样的工程之下 我们看到今天正式的落成启用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蛮高兴的 就代表着我们过去 我们为基隆市民又完成一件事情 让基隆市民的运动的地方有个更好的场合 那旁边其实整个他们的看台的部分 也有重新再重新改建 也有厕所的部分也都改建 让市民朋友在那边运动的时候 不会觉得很辛苦 首先呢要感谢教育处 教育处有关注在网球这项运动 那我跟张志豪议员呢 也一起协助教育处来促成这间网球跟篮球场 重新铺设的一些施工 那这次的施工主要是它的场地 还有它的场面 还有它的休息的地方 以及遮雨的地方都重新整个大改建 那现在呢应该是我们北北基 最好的一个网球场地 长期打网球的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也呼吁 大家要多多来运动 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也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有好视力 一个好的场地对运动的选手来讲 或是在这边打球的 它的安全性也会提高 那在各方面 它视野各方面 还有事实上大家一起来运动的 包括有看台区 那也可以有跟亲子的互动等等 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小 基隆我们很多小朋友 现在就 小学甚至小学之前 就开始打网球 这个风气非常兴盛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 从小就培养打球的兴趣 然后训练出我们好的选手 非常感谢市政府 在去年就已经把篮球场整修好了 那今年呢 更是把我们服务中心的屋顶防漏 已经做好 而且呢 在这个网球场跟篮球场上方的溜冰场 那现在正逢暑假期间 也欢迎我们家长 带着我们小朋友 可以一起来溜冰 打网球或是打篮球 尤其到户外 像打网球 在这种空旷的地方运动 然后大家可以把3C产品放在一边 然后在大自然底下 不管你是运动 流汗或是看大自然 我想对眼睛都是很好的 记者黄日生 基隆报道 而受到疫情的冲击 由基隆客运经营的 往返幸福华城与七堵车站的 R86线 搭车的人数大减 因此亏损严重 目前由基隆市公车支援部分的班次维持 因此对于地方希望再增班次 基隆市长林悠昌坦言有难度 在远客人的R86线公车 离开软软区公所 准备前往幸福华城社区 这条来往幸福华城社区 与七堵车站的客运路线 对社区居民相当重要 当地定祥里里长冯瑞之 因此在软软区基障坊式 座谈会上提案 希望R86能征班 对此金融市长林悠昌透露R86亏损严重 目前由金融市公车支援部分班次勉强支撑柱 因此施工车推行上下车刷卡 希望统计出民众在尖峰离峰时间的搭乘资讯 做更有效的路线规划与排班依据 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统计 也就是民众的使用的尖峰峰的状况 然后我们来做 让那个班次能够做更有效率的排班 那不然有时候那个车子 搭得很真的少的时候 对公车处的路线的规划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另外巴兰里程碧琴里长反映里面 有许多五排车 环保局前往查报废弃后 车辆机死离 没多久又开回来 宛如猫抓老鼠 牛昌要求环保局与警察局想办法解决 因为他是堪用 但是牌把它拔起来 我们贴担了之后 他可能时间要到之前 他就把它开走 这个也许请官报局跟警察局再想一想 你们再回去演绎一下 针对这种状态 我们也没有进一步处置的一种做法 那这样就变成是有点钻漏洞 过港里长陈兴辞责 感谢牛昌推动过港路 道路品质环境改善 不过原停车阁被涂销后 造成停车位影中不足 建议市府以旧废弃 自来水宿舍拆除活化空间为停车使用 过港那边都是没有再使用 已经破破烂烂烂 如果能多开地的话 第一个也没关 第二个也增加停车的吸取 我们希望说我们在马路在做的时候 最少要一起把停车场的位置都弄出来 免得改善的马路 对产生另一个停车的问题 尿舍也透露了一项好消息 暖暖衔接瑞方的金融河畔自行车道 预计9月中旬完工启用 将提供民众更完善的骑程环境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而随着老人化及超高龄化的到来 失智镇长辈的人数预估也将跟着增加 金融市初估就有5000人罹患了失智症 而由金融市卫生局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主管的暖暖小站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正式剪裁启用 完整了7个行政区失智镇社区服务据点的 最后一块拼图 在老师带领下出席活动的贵宾们 一起陪同失智长辈和家属们 玩乐龄集球 训练激励 现场笑声连连 能够来这里上课 失智长辈和家属都觉得很好 你来这里好玩 进来好玩 第一个有所谓的喘息的时间 再来就是说 爸爸会有所谓的赋能的功能在 就是说很多东西 他会慢慢渐渐的遗忘 但是到最后 透过这一个所谓的赋能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他渐渐的把那个功能又记得起来 家属来讲是有帮 我觉得很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爸爸也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的进步 大家会亲自来参加 暖暖小赚的剪彩启用活动 几乎都是被失智长辈 亲自绘画的邀请函感动到不行 拿着邀请函排除万难 一定要来为失智长辈及家属们 加油打气和饮留念 我们那时候上礼拜从知识梁理事长那边 说到邀请函的时候 非常非常惊讶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个整个邀请函 就是从里面 从外面的包装 到里面的品贴跟控制 这个我说真的 我自己可能说做不了 那么好看的东西 看到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 又多了一个专门失智距离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非常多的家庭 我们因为失智的父母长辈 弄得全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真的也感谢卫生局这边 来这个地方 帮我们多了一个比较专业的 非常的美 就是一个花的 我们说的后期的话好漂亮 结果打开之后 我们就看到一个下面写的 它的名字叫吴美丽 我来这里来看看 如果有铃铛 有活动 我们的生活会会更加好 我们的头部会更加清楚 所以大家一定要走出来 随着老年化及超高龄化到来 失智症长辈的人数 预估也将跟着增加 机动室粗估就有五千人 罹患失智症 而由机动室卫生局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管 委托机动室 热成社会福利协会管理的 暖暖区暖暖小站 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正式剪裁启用 照顾暖暖区的轻度 及中度失智长辈 这也是七个行政区 失智症社区服务据点的 最后一块拼图 最主要是来帮助我们在社区里面 有一些被确诊的失智个案 或是你一世失智的长辈 都能够来到据点这样子 参加各样的活动 因为活动里面有包含一些 认知的活动 包含一些体能的活动 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让社区的长辈来到社区里面来参与 那这个参与呢 事实上是在延缓他的失智跟失能的状态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期待在 今天很开心就是我们暖暖区一直以来 我们一直希望来布建暖暖区一个失智据点 那今天很开心我们暖暖的这样子的一个 失智据点已经开幕了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社区的民众都可以多多来利用 那也在这边呼吁就是 我们社区里面如果说有一些一世失智的个案 或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失智的帮助 都可以来找我们基隆市的共照中心 也就是我们的市立医院 他会来协助我们长辈来帮助我们来做失智的确诊以外 然后帮我们做各样的资源的连结 这是我们在做失智据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目前的医疗里面吃药其实是能够减缓 但是它不是全部 所以在美国跟英国其实都已经在 除了吃药还配合像我们这样据点的一个活动的课程的设计 去做多元的刺激 这样子的话它的那个失能的状态 认知症的问题比较能够减缓 除了玩热林吉球暖暖小站也和左下角工作室合作 以老人换工活动的方式 邀请会制作四川泡菜的长辈专家 前来授课 教导大家学做四川泡菜 庆祝暖暖小站的启用 今天如果做完四川泡菜 大家觉得很好吃 下次我们教他 请他教我们做豆瓣鱼好不好 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管是失智长辈 还是家属或是外籍看护等人 对于如何制作四川泡菜 大家都充满兴趣 跃跃欲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路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提领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房片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季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你们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咯 不能这样 大家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标网畅快有感 一G只要999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金融市新任警察局长 由台南市警局副局长张树德接任 金融市长林又昌指示四项重点工作 尤其面对年底九合一选举 期许新任局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成绩 至于前局长刘耀青突然提前退休 立委蔡适应说 前局长有向他辞行 也肯定他对金融的付出 命令奉内政部111年7月20日台内人字第111-03216-97号令核定 张树德调派贷金融市警察局局长 在金融市长林又昌的布达下 新任警察局长张树德正式上任 张树德中央警察大学 四十八期刑事警察学系毕业 中正大学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 重景三十多年有刑事专长 内外勤职务资力完整 市长林又昌期许新任局长 面对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要他在最短时间内交出成绩单 我们金融市的治安工作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治安 第二个就是交通 另外就是毒品的打击 以及电玩的一个取缔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今年年底的一个九合一的选举 那今年看起来 选举的一个竞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我也要求 这个我们张局长 接下来就是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务必要让他顺利圆满的一个来完成 另外就是打击以及查查汇选的一个工作 也是接下来这几个月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维护整个选举的一个公平性 然后我对张局长的一个能力 也给予高度的一个期许 至于全局长刘耀青因为家庭因素申请退休 令外界震惊 立委猜信证实刘耀青有来跟他辞行 根据我的了解 刘耀青刘局长的提早的退休 那我其实也跟他聊过 那他确实也跟我提到 他真的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所以我听跟他聊完之后 我也觉得非常的不舍 那我想警政署其实收到这个消息 也是有一点压抑 所以警政署后续也立刻的做我们的行政作业 那跟基隆跟我们右上市长沟通之后 领选了我们台南市的副局长 来到我们基隆担任局长 那我相信新就任 新任其实在基隆过去这几年 留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 让大家也都觉得很肯定 那我还是对于刘局长 因为生涯规划提早退休 感到非常的不舍 新的局长来的时候 面对的第一个重要的事情 当然就是九合一的选举 那他也是刑事出身的 刑事跟保安出身的 我相信他对于基隆市 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过程当中 负担的所谓的重责大任 我相信他是没有问题 尤其看到我们今天地检署 法院也都有来 其实大家有对他寄予厚望 那这个寄予厚望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过去在他所属的单位的背景 以及他的专业能力 事实上是得到许多人的肯定的 那我也相信 我们当局长就任之后 对于基隆市的治安 去年底的九合一 查查会选的工作 能够做到很好 能够让选举顺利的情形 新任警察局长交接 除了地方明代都出席之外 包括地检署等查查会选单位 都派代表出席 面对年底的九合一大选 基隆市检井调做好提前布局 要让年底大选不能有任何闪失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 为了要推广公用频道 台师大大传所与中家宽平 共同合作开办了推广课程 由专业讲师说明媒体禁用观念 并传授手机拍片的技巧 让学员深入了解公用频道 这个MV就是很偶然的一个状况下 的一个发想 学员们轮流上台分享影片作品 有的将自己创作歌曲拍成MV 并访谈创作过程 还有用影片介绍青田街日式古迹 台师大大传所与中家宽平 共同合作开办课程 推广公用频道 并教导学员们如何用手机拍摄影片 以及影像构图与剪辑概念 能够从头到尾自己完成一部作品 学员们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工坊 那我觉得这个工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带我了解到就是公共频道的这个存在 因为我之前完全都不知道 有这个频道的存在 然后那时候有大概去电视上面浏览一下 然后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棒的空间 就是可以开放给大家投稿 就是自己的作品这样 然后在课程中也学习到蛮多 就是一些剪辑上面的逻辑跟概念 我们这组的话是拍摄清田街 就是在师大后面的那一条街 然后因为会拍摄的原因是 那边的建筑都是日式 日制时代流下来的 所以它就具有一些日式风味 然后而且再往外还有天主教堂那些 就会感觉到这边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国际的概念 就是有日式的 然后也有天主教 然后也有清真寺那些的 然后就让我们觉得蛮有趣的 我们昨天是先学到了一个叫公用频道 然后可以给我们民众使用的 我们公民都使用它的权利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包括我活着20年以来 我是第一次知道 原来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使用吗 所以在这样子学习 知道了之后 我们的隔天 我们就亲自剪片 然后如果那个片省得过 我们就可以放到公用平台上面 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也是一个团体的曝光的机会 所以 希望可以让它继续流传下去吧 所以我们队府主要是协助民众 然后去 我们是协助技术的层面 包括剪辑影片 或者是把他们的一些想法 或者点子 画成一个文字 然后文字可能做成旁白 然后让它变成影片的一个元素这样 然后这次的工作坊 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在旁边协助 我们是队府嘛 是一个在旁协助的角色 然后民众它是一个可以发想很多 它提供很多他们的 可能生活经验 或者他们的点子这样 所以我觉得队府跟民众 一起去把这个影片产生出来的各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学习 然后让观众频道能够有更丰富的内容 或者是更多元的一些影片 或者是一些企划产生的一个很棒的经验这样子 最后民众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们对于影片的剪接不熟悉 就是他们可能不会使用剪接软体 或者是他们对于使用软体 剪接软体他们的一些术语 或者像是一些可能一些特效不太了解 这样所以我们最主要做的是 我们可能告诉他们 这个影片的软体要怎么用 例如说这些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这样子的 可能按这个按键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跑出来 大概是觉得是剪接这一块会比较有 民众会比较不了解 但是所以我们小队府的角色就是在一旁 就因为我们也是广电专业科系 对我们就读广电专业科系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 协助他们剪接 引导他们剪接的这个角色这样 为期两天的课程 除了传授影片拍摄剪辑技巧 还邀请专业讲师 畅谈公用频道媒体进用理念 并以世界咖啡馆形式 让学员透过经验分享及主题讨论 深入了解公用频道 其实这两天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些学员 来了解所谓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性质 一个意义 甚至是我们要就是借由这两天的一个讲席 让他们真的可以用手机去拍片 然后呢剪辑后制之后 让我们在第二天我们有所谓的一个影片分享 所以学员其实他们藉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就是更了解我们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价值 跟他们未来实际是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公用频道 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想象 甚至是食物甚至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实现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意义 就是在这边 在第一天的课程跟第二天的课程 第一天的课程其实是除了我们要讲解 所谓的公用频道跟公共电视 或者说公共的一些意义不同的地方在在哪里之外 其实很重要其实就是所谓的世界咖啡馆 我们藉由这样一个世界咖啡馆的一个相互的讨论 然后呢了解现在的大家对公用频道的一个意义 甚至是它的一个困难点 甚至是我们对公用频道有哪些想象 所以说有哪些期望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讨论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个公用频道怎么样去运用 然后也让业者甚至让我们的政府部门可以了解 就是在大家怎么样去及时广益 在整个未来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运用 跟一个所谓的能够让它更多更多 更成为大众的一个频道 这是大概所在这边举办这工作旁的意义 第三频道公用频道是由地方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和当地居民使用的频道 主要播放具有公益性 译文性和社交性内容 只要影片符合规范 人人都可以制作影片 透过电视播出和大家分享 也欢迎民众踊跃申请使用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见 稍微熟稟一定 心想不到 愣愣地失誤 死死.. 怎麼這樣啊 有追劇..有追劇..有視訊 網速只能降囉 不能降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暢快有感 T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